周二,陪审团判定两名男子在2020年密谋绑架密西根州长格雷琴·惠特默罪名成立 检察官将这阴谋描述成反政府极端分子对美国内战的号召 据报道,陪审团还认定两名被告福克斯和小巴里克罗夫特犯有阴谋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罪名 即如果绑架可以在惠特默的度假屋中完成,那么炸弹会炸毁一座桥梁并阻碍警察 对39岁的亚当·福克斯和46岁的小巴里·克罗夫特的判决 是在密西根州大吉流城的一名联邦法官宣布在同一案件中审判无效四个月后做出的 其他两名被告在出审中被判无罪 检察官称,该阴谋旨在迫使民主党州长终止在新冠疫情期间阻止冠状病毒传播任务 并通过绑架审判州长 这些人希望在2020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将国家推向公开冲突 判决结束后,即将于11月连任的州长辉特莫警告 国内的激进恐怖主义分子非常危险 他在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 我不能,也不会让极端分子妨碍我们的工作